民眾黨的創黨黨員大媽老司機朱慧榮 因為爆料檢調的問話內容 提及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競選總統時的募款QR Code 是不是有流向募可公司的問題呢 現在被民眾黨中評會要求說明 朱慧榮還因此自請退黨 好民眾黨的中央委員張藝善就在臉書發文說 目前民眾黨創黨前五號目前各自的狀況 似乎都還蠻慘的 首先是一號的柯文哲啊 目前是被羈押當中 而二號的蔡壁如目前是被發放到台中 被邊緣化 而三號的李文宗目前也被羈押 那四號跟五號就是現在要被中評會調查的朱慧榮 還有他的先生 而他們還不排除要自行退黨 張藝善就說如果他是黨員的話 就會直接向中評會來檢舉柯文哲 黃國昌還有陳志涵三個人來反擊 不過朱慧榮如今要被中評會約談 政治評論員吳靖怡就在臉書批評 他說民眾黨是用斬首示眾的戲碼 來剷除一己要鞏固聲量 不過如果朱慧榮說的 柯文哲的政治獻金有部分是留下木可公司 這個屬實的話 律師黃定穎就說恐怕犯下了三大罪了 首先是刑法的加重詐欺罪 可以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得到百分之三的這個選票 你才有政黨補助款 然後得到百分之五 你才有機會分到不分區還有總統的門票 而現在民眾黨已經在邊緣了